在華人社會裡面 尤其是終生年代的女性 承受的壓力特別的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轉折的年代 來到終生代就是四五六年級生 這一代的女生特別的辛苦 就是她要是承擔職業婦女 但是家內的角色 上一代又會期待 或者外界會期待 她也要完成女主內的責任 所以這本書重點在於 我們在這個社會族群裡面 女性這麼多 我們的上一代母親 也是一多是女性的角色 都在承擔了很多文化演變過程的 種種壓力 對內的 對外的 跟家人的 對小孩的 常常是母親扮演角色 更加的重大 中生代的女生特別的辛苦 在多重的身心壓力下 很多身體就會頻頻出狀況 所以我們想要為這一群 尤其是中生代的女生 特別寫一本書 然後這本書也可以擴展到 我們更下一代的年輕女生 讓她們可以繁忙於未然 懂得怎麼自我身心調適 懂得怎麼真正的愛自己 然後懂得怎麼去溝通 跟自己的伴侶或自己的家人溝通 讓自己可以身心皆安定一些 作詞 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